当肖北辰战死杀场的消息传到林航警的耳中时,早已是半个月之后了,当初为了保护航警和肖南归,肖北辰狠心将他们送往了美国,其实林航警死活都不愿意走,直到最后两人即将面临生死离别的时候,林航警才彻底的发现,自己爱肖北辰造一爱的无可自拔,可惜的是他们一直都在仇恨中度过,浪费了太多相爱的时间,直到那天两人才真正的互表心意,肖北辰知道那一战必输无疑, 可是他身为司令要保护的是整个北京城,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女私情就放弃民族大意,看到林航警泪如雨下,肖南归挖着头指着报纸上的人询问是谁,林航警抬头说道这是怕吧,林航警想起肖北辰答应过自己的话,一定不会死,一定会找到他们母子两人,看到这对痴情人,老天爷都不忍心拆散他们,而肖北辰也的确没死成,但是却身受重伤昏迷不醒,好在他福大命大,被一个女子和外归医生给救了, 这个女人在第一眼看到肖北辰的时候就爱上了她,对于这样一个勇于冲锋陷阵的英雄,想必谁都会心生爱慕,医生虽然将肖北辰身上的蛋壳取出,但是因为没有消炎药,她身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溃了,为了拿到最救命的药,那女人便来到司令府,如今的北京城已经成为了于家人的天下,并且他们正在大力搜寻肖军的余党,下人看到这女人张嘴就喊小姐,原来她叫于曲仙 是当今司令的亲妹妹,于家的刘小姐凭借着这个身份,于奇轩顺利拿到了满满一瓶小饮药,肖北辰醒来后,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,她不知道该如何感谢,只能紧紧地握住于奇轩的手,数月过去,肖北辰的身体日渐好转,在和于奇轩相处的时间中,是她从军后最自在的时光, 两人的感情很要好,于奇轩甚至为了肖北辰放弃了锦衣玉玉食的生活,肖北辰何尝不知道于奇轩对自己的心思,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不辞而别,她心情面面的只有临航警,而最终于奇轩痴痴的等了肖北辰十年